韩国总统以西越这个动作大 北京反应强烈 山东旧楼市出雷人雨 恶意不买房者将被约谈 针锋相对 七国集团这个计划对抗中共一带一路 恐怖 保北戴河会议 秦皇岛公安学援朝的管理制度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6月27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万维独报》 我是Jennifer 6月27日下午 韩国总统以西越 启程飞往马德里出席北约峰会 这是韩国首次参加北约峰会 以西越还将参加韩美日峰会 由美国主导的北约 将于6月29日至30日 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首脑会议 除了所有成员国的领导人外 印度太平洋地区部分国家 包括韩国 日本 澳大利亚 新西兰等 非北约成员国的领导人也将应邀出席 中共对韩国出席北约峰会表示出强烈反对立场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在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声称 北约近年来跑到亚太地区要无养威 并称亚太地区不是北大西洋地理范围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 约翰·科比回应表示 对于韩国参加什么会议 与谁结交 中共没有否决权 据韩联社说 尹熙月将出席至少14项外交活动 包括与九国领导人举行双边会谈 出席北约峰会 会见北约秘书长 与美日领导人举行三国峰会 美国白宫新闻通稿显示 科比在此前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我们在欧洲看到的对领土完整和主权的侵犯 也可能发生在印太地区 当然 我们的韩国盟友比大多数人更清楚这一点 他说 因此我们认为 他们的到来意义重大 我们很高兴他们能来 但这不是要在太平洋地区建立类似的北约组织 韩国国家安保师长金圣汉表示 韩国总统尹熙月将赴西班牙 出席此次北约首脑会议 届时他还将同与会的十个国家领导人 举行双边会谈 金圣汉将尹熙月出席北约峰会的意义 归纳为三个方面 强化基于自由民主价值的团结 扩大综合安全的基础 以及有效应对新型安全挑战 金圣汉表示 尹熙月将借此机会 与十国首脑举行双边会谈 讨论核电 芯片 新能源 军工产业等双边事务 并就韩国申办2030年釜山师博会 其朝核问题等呼吁各国协助与支持 韩国媒体表示 韩国总统首次海外访问 选择参加多边会议 多少有些例外 有分析认为 尹熙月参加北约峰会 本身就意味着 与试图牵制中共和俄罗斯的 北约成员国步调引致 韩国总统市相关人士表示 以出席此次会议为契机 韩国计划在北约总部所在地 比利时布鲁塞尔 设立韩国驻北约代表处 韩国外交部一名官员 向韩国媒体韩联社表示 外交部目前正与有关部门 协生法律法规修改 组织架构 人事等诸多相关事宜 根据韩国政府的计划 韩国常驻北约代表团 将由驻比利时大使馆 兼常驻欧盟代表团兼任 韩国外交部发言人 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该决定旨在扩大韩国与北约的信息共享 巩固与同盟国和伙伴国的合作网络 开展符合韩国国际地位的北约外交活动 今年5月 韩国作为正式会员 加入北约合作网络防御卓越中心 韩国成为首个加入该机构的亚洲国家 合作网络防御卓越中心 是全球最权威的网络安全机构 成立于2008年5月 韩国加入该机构后 正式会员国增置32个 包括北约27个成员国和其他5个非成员国 前美国国务院中国政策智囊余茂春近日在书席智库活动时表示 中共和俄罗斯越走越近 因成立印太版北约 或在可行的情况下将北约阔制亚洲 有评论人士指出 俄罗斯由于威胁不见 引起了北约东扩 而中共由于企图改变二战后的世界秩序 又将把北约引到亚太地区 中共治理国家 栽赃陷害是其一大特点 只要你不按它的意思来 肯定就会给你安上一条罪名 最近中共官方又一次以雷人的中文创作 展现管制的无边界 继恶意上访恶意返乡后 这一次是恶意不买房 山东青岛市薛家岛街道办事处 近来下令小薛调查居民的购房意愿 针对恶意不买房且银行存有巨款存款者 将一律约谈 北京中央下令要稳劳事后 中共多个地方政府为了促进民众买房 刺激经济 花招百出 南方财经网最先报道上述消息 薛家岛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 18日证实地却发出 关于做好促进居民购买新建商品房的通知 内容提到 凡恶意不买房 如查到银行有巨额存款 一律提醒谈话 并称 通知中所说的上级部署失职 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办公室 和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联合印发的一份红头文件 报道指出 这项工作纳入2022年度工作考核 超额完成任务的合作社 以事一亿加分 具体考核办法另行制定 恶意不买房一词 在中国国内网络上掀起大量讨论 负面评价居多 有人担心 有一天中共也许会推出 恶意不结婚 恶意不生孩子的罪名 中共对外扩张有两个主要手段 一个是武力威胁 一个是经济捆绑 已经对世界秩序构成了极大的挑战 26日星期天 七国集团领导人承诺 在五年内筹集6000亿美元的 私人和公共资金 为发展中国家所需的基础设施 提供资金 并应对中共较早提出的 价值数万亿美元的 一带一路项目 美国总统乔拜登和其他G7领导人 今年在德国南部 埃尔茂豪华城报酒店 举行的年度聚会上 重新启动了新命名的 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 拜登表示 美国将在五年内 动员2000亿美元的赠款 联邦资金和私人投资 支持中低收入国家的项目 以帮助应对气候变化 以及改善全球健康 性别平等和数字基础设施 拜登说 我想明确一点 这不是援助或慈善 这是一项将为每个人 带来回报的投资 拜登补充说 这将使各国看到 与民主国家合作的具体好处 拜登表示 数千亿美元的额外资金 可能来自多边开发银行 发展金融机构 主权财富基金等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 在会上表示 欧洲将在同一时期 为该倡议动员3000亿欧元 以建立一个可持续的替代方案 以替代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 于2013年发起的 一带一路倡议 意大利 加拿大和日本的领导人 也谈到了他们的计划 其中一些已经单独宣布 法国总统马克龙和英国首相 约翰逊没有在场 但他们的国家也参加了 中共的投资计划涉及 100多个国家的发展和计划 实在创建从亚洲到欧洲的 古代丝绸之路贸易路线的现代版本 白宫官员表示 该计划几乎没有给许多发展中国家 带来切实的好处 拜登强调了几个旗舰项目 包括在商务部、美国进出口银行、美国公司 Africa Global Schwaffer和美国项目开发商 非洲太阳的支持下 在安哥拉进行的价值20亿美元的太阳能开发项目 华盛顿还将与G7长元和欧盟一起向 塞内加尔的巴斯德研究所提供330万美元的技术援助 因为该研究所在该国开发了一个工业规模的 多种疫苗生产设施 最终可以生产新冠和其他疫苗 美国国际开发署还将在5年内 向世界银行的全球儿童保育激励基金 承诺达5000万美元 每年一度的中共高层北戴河会议前夕 河北秦皇岛市工商部门展开清查刀具行动 严防刀具被作为攻击的器具 据网民发布的视频爆料 秦皇岛工商部门工作人员排查使用菜刀、剪刀的店铺 一旦发现刀具便采取限制措施 此举给今年的北戴河会议增添了紧张气氛 北戴河会议前夕 河北秦皇岛市公安局都会提升安保措施 当局近期又做出限制店铺使用刀具的规定 据当地媒体报道 近日秦皇岛市开展管制刀具排查 大排档的菜刀、剪刀都被执法人员上锁 而此前的5月中旬 当局已经采取类似行动 当地网民上传的一段视频中 肉店使用的菜刀、剪刀被工商部门人员用不锈钢丝固定在砧板一侧 剪刀也被钢丝拴住 一男子在这段视频中说 一辈子也想不到菜刀能被铁丝给绑上了 还有剪子 这辈子都想不到 在抖音平台 网民小鹏剑姐评论说 把菜刀剪刀绑起来 让他想起元朝 这让我想起了元朝统治时期 元朝怕汉人造反 没收了铁器 切菜要几个家庭 共用一把菜刀 现在是新中国 难道在我们党的领导之下 还不如一个封建的元朝吗 一个14亿人口的国家 有评论说 中共现在完全就是一个外来政权统治中国人的心态 前呼万唤万维TV终于为广大粤语观众朋友们 增设粤语新频道 大家好 欢迎收听今期的漫威的朋友 我们是Serena 用粤语陪你见证世界局势风云 紧贴及时热点新闻 世界面面观 星期二到星期六 粤语新闻定时放送 万维TV粤语台 和你深入阅读世界脉动 粤语新频道的链接就在下方 欢迎大家前往观看和订阅 以上就是本期万维独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 转发分享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